如果您在簡報的時候在這裡有沒有看到它有頁數爬出來的 對不對 因為剛剛老師提到那個簡報它能不能加頁數 這邊好像 沒有那個頁數但是您從下這邊可以看到 從這邊可以看到我大概講到哪裡 那麼 我們從這邊來看一下剛剛已經學會的就是怎麼樣套用範本 對不對 插入文字 圖片也順便了 那回過頭來這個所謂的路徑 這個 等一下會提到再來這裡有個超連結倒是可以 各位難免有時候簡報是會用到超連結 那怎麼辦 它很簡單其實就是打字而已 你只要把網址打進去但是 一般來講的話我們網頁是不是都會這個開頭 對不對 你只要是這個開頭的 罰屬點下去 他就會幫你連結到那個網址 現在比較麻煩是有的網址又臭又長 所以您看到我像 前面這裡我們在看那個範本 有沒有這網址又臭又長 對一種方法就是像這樣你就把它變很小 好像我這裡有點了他就打開了 字變很小 他一樣會 那 第二種方式就是您可以用所謂的短指的方式 用短指 那什麼是短指 短指其實有很多 不過網頁上當然我們就不建議各位隨便換按 因為網路上 短指你就不知道它連到哪裡 他只是把網址縮短 那你可以用這個 關鍵字找看看 這個Google的關鍵字 你找Google短指 好 那這邊就很多 事實上這種服務很多 他 重點就是要把你要的網址 把它怎樣 做一個縮短 比如說我希望他 幫我們把這個 學校這個網址 把它縮短 因為這樣還蠻長的 我就把它貼進去 Shorten 好打入右手邊這個 不太容易看得懂的 這樣子之後 有沒有發現變短了 那你就貼過去反正 點這個網址就等於是 連到那邊 意思 一樣 就是變這樣 所以這個是 給各位參考一下 您只要 在您的網址裡面 比如說這裡 點到他 好 貼進來 剛剛沒扣到 點到這邊貼進來 好這樣就好了 那麼您在編輯的時候 他不會做超連結 只有在您Present的時候 才會變超連結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這個是 有時候您可能在 做這個內容的時候呢 可能會遇到的一個 一個情形 在這邊順便跟大家 說明一下 那至於說如果 您的業數不夠了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預設 他是不是給我們五個 那個slide對不對 五個slide如果不夠的時候呢 您可以從這邊 從上面這裡 他的slide稱作friend 你把按增加friend 有沒有發現增加一個跑出來了 在右手邊這裡 這邊增加一個 這裡是不是也跑出來了 但是你可能會說 為什麼人家都是圓圈圈 我是四四方方的 沒有關係 您看一下這邊 這樣了解了嗎 大小 也不是問題 對不對 所以你想要擺在哪裡 你可以自己 決定好 那他呢 你是增加一個friend的時候 他預設會在幫你 裡面會加兩個東西 因為你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通常會順便加一個什麼 是會加一個 標題跟文字 所以他這兩個會一併把你加進來 好一併把你加進來 事實上 這個 像這樣子 那 事實上呢 你也可以用 在這邊 你按住這個 shift 就空白地方按shift 這樣一選 有沒有變成 大家一起選起來了 對不對 好這個就可以一起移動 如果你怕說像我們剛剛移動 就漏掉了 你可以像這樣把一起選起來 那 你在這裡其實 除了用這種有框的 事實上我到後來我還蠻常用沒有框的 也就是說 他是一個friend沒有錯啦 但是呢 不見得怎麼樣 一定要看得到他 這樣有些時候我的內容是不是 就可以超過這個範圍 對不對 客製還是屬於一個friend 那你可以看一下囉 你看 我們現在整體 的順序就是 第一個 第一個是 這樣 然後 2 3 4 5 又跳到這邊來 可是不管你 弄得多小 即使今天我弄得超級小 這樣有沒有 我們來試一下 點到這邊 現在是不是在這裡 點到這裡 管你超級小 我就是 一樣大 這樣了解吧 好所以 有時候你可以安排 看你的安排 多遠也沒關係 反正你只要是透過這個friend的方式加進來的 他 就是正的 好就是正的 那 都沒有問題 好這個叫做 調整那個增加葉框 就是增加friend 如果要改變順序可不可以 因為powerpoint會你這邊就會 這樣你會的 所以現在這一張 看完 他會先進到這裡來 再進到上面去 那你會增加 會 調整順序 請問刪除 按右鍵 拍子也沒有刪除 怎麼辦 你不能每次都說 那你丟到最後面去就好 我下次簡報不要報你就好 不行 因為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我們這裡要跟大家提的 那個東西我們稱作 編輯路徑 就是這個 有沒有 這樣叫路徑 所以 請您到這邊來按一下這個 進到這裡來之後 煤葉 滑過去 有沒有一個叉叉 不要的 就把它拿掉 這樣就好了 再離開 這樣會了 這個是比較特別一點點 這叫編輯路徑 那我們剛剛看到了 其實我們在這邊 比如說像這隻狗狗在這裡 在這邊 你 你 我把它做一個 我看一下 我再加入一個 再加入 我們的那個字 好 像我 我在這邊假設加入這個字 那我希望這個字呢 我就不要那麼正 因為我們剛剛其實你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 如果我是透過這個加這個 有沒有 那 不管你怎麼賺 什麼叫不管你怎麼賺 你來看一下 我先放旁邊 我進到這邊來 這裡 我先把它換成四四方方 好 變大一點 我就想要怎麼樣 誰說一定要擺正正的 可不可以有一點角度 可不可以擺這樣 可以對不對 如果今天要擺這樣請問 你簡報的時候會變怎樣 我們試一下 點到他 點到他 管理外到哪裡 我也是要把你 倒過來 但是有些時候 有些人就喜歡 我就是要歪歪的看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 請你就 換另外一個方式 來我們來試一下 你看我把它 移到這邊來 假設 我這個 簡報的標題 我就是想要這樣子 對的 順便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在這個Place裡面啊 他的那個 物件 你只要移過去 只要移過去 他外面 有沒有發現都會有框框 有沒有 如果萬一你靠得太近的時候 這個框框不會出現喔 有沒有 不會出現 所以你就 把你的滾輪往後退就可以了 滾輪往後退 有沒有這樣就會出現了 就是太近的時候 他會 看不到 好 那我就把這個 點到他 點到這裡 假設把他拉進來 這個如果你不要就Delete掉就好了 這個 Delete掉 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沒有了 就是優標點到裡面 Delete掉 假設你就不需要他內建的那個 好 好 那我就是要擺成這個樣子的時候怎麼辦呢 請你來這裡 一樣是編輯路徑 那你的 角度 你的放大的比例都調好了 請看左下角這裡 有沒有叫Add Current View 增加進去 好有沒有進來了 上面這個 不要 現在我們就離開他 你再看一次 從這邊 這裡 過來 真的就是歪歪的 好所以如果你真的 比較想要有角度上的變化 那你就是 進到編輯路徑裡面去把它加進來就可以了 事實上進編輯路徑之後 他也會 告訴你 你這上面的順序 你會看得很清楚 而且他會 而且他會把那個線 把你畫出來 有發現了嗎 怎麼走的 那個線是不是跑出來的 好這個是 我們在這邊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的 那另外 這邊 我們在用 簡報的時候 請問有時候會不會有一些小圖片 需要 他也有送你一些 那麼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他送你的在哪裡 你可以從這邊 剛剛用的是這個 有沒有 第二個 Symbol 就是那些小圖 右手邊這邊 他 有幾種不同的Style 你可以看你覺得你的比較適合哪一種 如果你比較 想要手繪的感覺的 你可以找看看 那他這些都是向量的 所以放大說小不失真 假正你要這個 我記得是 點一下應該就會出現了 好我現在已經點兩個了 在這邊 他會從網路上下載下來 所以如果現在網路比較慢 可能 這個 會晚一點點才出現 這個部分他還是會從網路上下載 點一下 他會跑出來 在這邊 所以我可能就先等他一下 讓各位稍微試看看 好不好 我們剛剛主要講了幾個 增加葉框是不是這個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什麼 去編輯他的路徑 調整順序 還有就是 插入剛剛這個 你看現在已經跑出來了 所以這個你放大縮小 都很OK的 他的圖 事實上也是一段時間 就會再怎麼樣 再增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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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